鸡来吃饭困来眠,智者应有的生活态度。 有人问大猪会海禅师是怎么用功的,他答道,鸡来吃饭困来眠。 对方说,大家都是这样的啊,那他们都跟你一样用功吗? 大猪禅师说,不同。 他吃饭时不肯吃饭,百种虚索。 睡时不肯睡,千般计较。 这句禅语的本意是说,该怎么就怎么,一切平常。 此外,嘴巴吃饭时心也在吃饭,身体睡觉时心也在睡觉,这才合乎健康,也是智者的心理情况。 普通人则不然,吃饭时不是讲话,读报,看电视,就是胡思乱想。 上床时思绪纷飞,情绪起伏,入睡后回肠百转,乱梦连床。 禅师或智者心无二用,且心无所用。 心无二用是很清楚自己正在做什么,正在讲什么。 正处在什么状况,这是自知之明。 知道当下正在发生什么事,不会把现在的自己和过去的,未来的自己混淆起来。 所谓过去的自己,是回忆过去的生活和经验。 未来的自己,是想象揣摩尚未发生的情况。 这都不是智者应有的生活态度。 智者,缠者只生活在现在,现在的每一秒钟才是最宝贵的。 把握现在,运用现在,落实在现在,是最充实的人生。 否则不但把时间浪费掉了,也为自己带来不必要的困扰。 已经过去的事情,骄傲没有必要,悔恨没有用处。 知道错误马上改进,比什么都重要。 如果停留在骄傲或悔恨的心境,就把现在放弃了。 反之,计划未来是对的,但忧虑是不对的。 定定目标是对的,而等待是不对的。 我常说,理想不是梦想。 理想可以说是心愿,要脚踏实地一步步向目标努力。 至于何时完成心愿,那就看努力如何, 不是等它发生或忧虑未来,否则就把现在荒废了。 因此,当下你在吃饭,就不要忽略吃饭。 当下你在睡觉,就不要做不是睡觉的事。 有人说,白鸟在树,不如一鸟在手, 照顾好手上的这只鸟才合乎实际, 树上的鸟会不会来,那再说吧。 空想是没有用的,这个比喻说明了现实的重要性。 智者不会有不切实际的空想、梦想、幻想, 也不会将以往的成败挂在心上。